Hello 大家好 今次又是不專業的平常人影評 今次要講的電影就是這個動畫電影 就是你的名字 這套電影都很HIT 我相信在前代 它在日本首映應該是8月26日已經上了 在台灣就10月 香港我們就前兩天才上 我真的前兩天才看 你不要說網上有很多下載 但我一直都沒有看 其實我沒有時間看 不是說不想看 我也想看 結果真的前兩天我看了你的名字 首先這套電影的評價都很高 無論是日本、台灣、香港、各大網站 都是比較高分的 我先不劇透地說了這套電影 我會給多少分? 我是給8.5分 那我十分滿分 8.5分我覺得是屬於佳作 即是值得一看 即是說 即是8.5分的意思是 即是你沒有時間也好 我覺得你都應該抽少少時間 看完這套電影 即是8.5分看完之後 即是值得回味的那種感覺 那你的名字給我就是這個分數 你可能會問 為何不再高分9分或9.5分呢? 因為我評分比較嚴格 即是如果去到9分是很誇張的電影 即是作品不一定是電影的 那... 你的名字首先外界評價太高了 我加上這個著名的新海城 新海城的代表作有秒速50... 秒速50...5厘米 很難讀 sorry 5厘米 但這套電影我是沒有看過 我有機會會看 這套電影我是比較想看 由於配合著這個名氣 所以你的名字也是非常上人期待 得出來的評分也很高 那我一開始也受到這些評分的影響 那去看 在很大期望之下 不多不少是有少少失望 在劇情上 我覺得這套電影是有某些瑕疵的 之後我就會再說 總結一句來說 你的名字是一套絕對值得大家去看的一套電影 即是我這樣建議大家先 是有少少瑕疵 但就不影響我對整套動畫的感覺 絕對是 那些瑕疵是... 你不細心想你可能不會發現的 那一會我會說 劇情方面 那這套... 很奇怪 很奇怪 如果你叫我定位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正常表面上來看 應該是愛情動畫 但實際上 我覺得他的愛情元素 相對地佔的比重 反而我覺得不是太多 那你說他是不是科幻呢 我覺得他又不是很科幻 即是他有這個科幻元素 但他又不是... 即是給你的感覺是不會太科幻 最後唯有定格 定義為這個劇情 劇情片 即是劇情 主要是兩個高中生 男女主角是一個高中生 然後就... 一個不同 一個在鄉村生活 一個在東京的大都市 他們就機緣巧合地 可以交換身體的神秘力量 這就是科幻的部分 然後就透過這個交換身體的過程中 大家都認識 男女主角是陌生人 大家不認識大家 是完全沒有連繫的 透過這個交換身體 男女主角就... 從這個人的日常生活裡 就開始了解到這個人 身邊的朋友等等 那個性格 即是... 其實要了解一個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跟他交換身體 對了 這個是廢話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他的朋友 身邊的環境 那些評價是最直接的 你會很容易知道 在別人的眼中 這個是一個什麼人 對了 然後... 然後慢慢就... 這樣交換身體 其實這裡就說到... 這裡很複雜 我不知道怎麼做 這個劇情給大家看 電影的前半段 就是一個很輕鬆的 就是一個... 男女主角這樣交換身體 因為男變女,女變男 生理上... 這些都是老少話 你看漫畫看得多 已經沒什麼驚喜 通常是男生睡醒 然後看到自己變成女生 男主角第一件事 男主角第一件事 會拿自己的胸 對,拿自己的胸 他覺得很新奇 那... 這裡說的是女主角 女主角就是一個鄉下生活的中學生 他就... 跟這個妹妹 跟一個婆婆 三個人住 他媽媽就已經死了 他就... 爸爸就在一個鎮長大搬了出去 那女主角就是世代一個巫女 他就是一個... 叫做... 密手丁 這個字我開始以為是一個系字 但其實... 這個字是一個... 是密字 不是一個系字 你可以查一下Google 密字 這個字的意思是... 大約... C 即是結 綁繩 總之這個是密手 就不是系手 千萬不要讀錯 被人笑 然後就是這個鄉村 叫做密手丁 然後就是... 女主角的家世代都是一個巫女 他婆婆是巫女 他媽媽是巫女 他自己也是巫女 他就叫三葉 他妹妹叫四葉 那說起三葉 我就想起我看... 最近在看的動畫 三者三葉 都挺好笑 這套東西都挺輕鬆的 那... 你可以說是少女動畫 但我覺得是一套搞笑的動畫 那這裡不說太多 三葉 女主角叫三葉 那... 女主角就... 因為他們... 因為你知道日本的鄉村都很多 侍奉神 不同的神 那他們這個密手都有一個神 對啦 有一個神 那他們女主角的神社 就是世代侍奉這個神 那他們有個儀式叫做口雀酒 那跳完帽子之後就... 呃... 毛女就會拿一些飯在口裡咬 然後咬 然後就... 呃... 好像含一口酒 然後咬一些飯 然後咬出來 那這些就叫口雀酒 是由毛女親自咬碎的飯 那很噁心 你聽到他都覺得 但是美女 美女做出來就不同 可以跟大家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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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鑽 Ran this 之後就是R Phil 好噁心 那... 那女主角就給自己同學看到 所以現在是ordenk 然後就說… 他不想在這個鄉村生活 所以要在東京生活 他下次可以做一個帥哥 那... 那第二天在睡醒 女主角變成一個男主角,去了東京,男主角叫阿龍 男主角的性格本身很喜歡打架,療士鬥飛,血氣方剛的男中學生 女主角變成男主角之後就嬌嬌嬌嬌嬌的動作,很奇怪 她在餐廳打工的地方有一個師姐,男主角暗戀這個師姐 女主角上了男主角身後,由於女生比較細心的關係,幫師姐補裙 大家聊天,慢慢跟師姐建立了關係 這個師姐也很喜歡,因為平時這個師姐眼中很喜歡打架,這個男主角很喜歡打架 而現在變成一個這麼溫柔,這麼善解人意,這麼體貼的男生 女生自然會很喜歡,很容易愛上 這裡提一提大家,其實女生真的喜歡細心的男生 一個女生上了一個男主角身,有什麼會更細心呢? 所以師姐喜歡的男主角都很正常,真的很正常 你可能會奇怪,很多女同性戀,就是因為女生喜歡人細心 女生和女生大家最細心 先別說這些,男主角那邊,男主角的線是比較普通的 因為整套電影裡面,男主角的線是比較弱的 當然他也是男主角那邊的人都有氣氛,但相對我覺得沒有女主角那麼重要 男主角去了女主角那邊,即是去了三葉那邊 因為男主角的關係很粗豪,大聲,做運動也很厲害,即是打籃球那些 甚至令到很多學妹遞情信給這個學者 過程中大約前半段就是這麼搞笑 那一開始就慢慢男主角就問你是誰啊,即是一開始你是誰啊 然後就知道透過看大家的電話日記,大約都知道大家是誰 那女主角就每天都會在男主角那個女主角TWista 不,不是TWista,說錯了 類似這個手機的微博或者我們Facebook 不要這樣說,就會每天寫日記 那女主角就會寫自己上了男主角身之後做過什麼 和你的學者的感情進展去到哪裡 那給男主角看吧 那男主角我不太記得她有做過什麼 我只記得男主角上了女主角身,每天起床都會拿自己的胸 每次都被妹妹四葉看到 那這個漸漸女主角的妹妹就覺得這個姐姐是不是有點變態 她說你到底有多喜歡自己的胸 因為每天早上叫她起床都發現女主角在握自己的胸 那這個前半段是很輕鬆很搞笑的 那後半段就開始來了 那電影其實一直都在說有一個 那叫什麼?瑞星 有一個迪亞馬達瑞星跌落日本 即是跌落地球 那一般都會認為這個可能只是在地球畫過 就不會是跌落的 那大家都不以為意 即是當是一個天文現象來看 那去到就... 那這裡有一特別的地方 那女主角上了男主角身之後 終於幫她成功約了師姐出來約會 那這樣就約會 那男主角就出去跟師姐約會 那女主角三葉就... 發覺自己的心很難受 原來她就不知不覺愛上了男主角 那現在成全了她跟另一個女仔一起約會 那她就開始有些酸漏 酸眉眉的感覺 那就哭了出來 那男主角跟這個師姐約會也是神不守舍 雖然跟自己夢中情人去約會 但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好像也不太開心 那這個師姐也看得出這個男主角是... 有點惹 那都知道她一語道破了 說你是不是喜歡的另一個人 那男主角就沒有出聲 那這樣... 那最後 那男主角就... 本身就想打電話 跟三葉說回報 那這裡其實你可以發現 她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試過直接去打電話 找對方 那男主角就發覺這個... 你所缽的電話不在這個區域之外 終於是一個空耗 那這樣... 那男主角都不以為意 她就想著... 因為這個... 女主角跟男主角交換身體的時候 大家都是14歲 那實際上... 那實際上... 其實男主角就小過女主角三年 就是要推翻的時間 因為這件事是相差三年 其實這... 不是說晚後炮 我一提... 我當初看電影的時候 我都覺得... 她們的交換身體的時間 未必是同時的 因為她們沒有實際上 真的有什麼聯繫 但這個其中一個矛盾 我要說的是... 其實是... 不是太合理 我覺得... 因為她們交換身體 都有一段時間 即是... 不是單單... 一兩次... 兩三次... 即是... 你看了一個... 畫面 她們都應該交換了一段時間 甚至... 大家的生活圈子都有... 深入過 那我覺得如果... 即是... 你上學你要寫日期 即是做功課 即是... 2013年 2015年 你不可能是不知道的 我這個是... 其中一個矛盾點 但是... 其實不要緊的 你當時... 因為這套電影的節奏是非常快的 那你是... 不會想...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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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腦不可以同時一邊想這些矛盾的東西 一邊看電影 那所以我放棄了去想了 我就繼續看這套電影 那所以說呢... 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未必會察覺到這件事 但事後去想回你就覺得不合理 即是... 有什麼可能... 你身體都不知道是... 日期是相差三年呢? 對... 這個其中一個不合理 但是... 我們... 撇開這件事先了 那... 那... 男主角發現原來女主角在三年前 一早就因為這個... 這個... 睡星死了 那男主角非常奧魯 那他就... 他就想起之前跟女主角交換身體的時候 他跟奶奶和妹妹一起去一個... 上了一個山上發... 一個... 神... 神隱之處 即是一個神秘的拜神的地方 那他就... 當時就... 供奉了一個口雀酒 那這個口雀酒其實就代表著這個人的靈魂 即是這個半... 根據這個奶奶所說 這個口雀酒就是代表這個女主角的靈魂的... 半身... 身體的身... 即是一半的身體的意思 那男主角想起這件事就立刻衝上山 然後就... 其實是... 經過一個... 大叔開車送他上山 那這樣... 即是衝到這個... 神手... 即是這個神隱的地方 就喝了這個口雀酒 那喝了這個女主角的... 一半靈魂之後 那男主角終於就... 他就了解... 即是由女主角出生啊 到女主角成長的那些... 酒馬燈就... 在男主角即是男主角看到了 結果男主角成功地... 就跟女主角交換了身體 那這裡已經有一個... 時空悖論了 其實... 有一個時空悖論了 那這個男主角就看到... 女主角的回憶裏面 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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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女主角是忍不住去了東京找男主角的... 因為當時是男主角跟師姐約會的日期 以正常時間線來說 但女主角是早了三年 因為當時女主角去東京找男主角的時候 其實男主角是三年前的男主角 這裡一定要很清楚 要分析時間線很重要 由於這個時候 男主角是三年前的男主角 他未有交換身體的記憶 所以當女主角直接叫男主角的名字 男主角也不知他是誰 很奇怪 但最後女主角臨走前就給男主角綁帶的繩子 男主角不知為何把繩子綁在手上 這就是三年前發生的 在男主角角度來說 這是三年前發生的事 但在女主角角度來說 是現在發生的事 因為他就... 首先這裡 開頭電影 我說了很奇怪 就是男女主角沒有任何連繫 為何這兩個人會交換身體 女主角本身是一個神社的繼承人 女主角根據奶奶的描述 奶奶和女主角的媽媽 她們兩個都有這個交換身體的經驗 可以得出她們世代應該都有交換身體的能力 但為何會找到男主角完全沒有任何連繫 正正是因為女主角給了這條頭帶 因為這條頭帶根據這個動畫 因為其中有一幕 女主角和奶奶即繩 奶奶就說這些繩結是人類 即是人與人之間連結的工具 可能正正是因為女主角給了這條頭帶 男主角三年前 最終就在男主角三年後 就發生了這個交換身體的事件 不過其實都是有一個時空背論在這裏 大家想三一層就明白 首先他們兩個一定要不同的時間點 兩個平衡世界 因為在男主角的時間線上 其實正常是不應該會發生過 跟女主角交換身體 而令到女主角來這個時間點去找她 所以其實這個也觸發了到底是有雞仙還是有蛋仙的問題 但是都是我們看動畫就不要理會這些 你這些你想太多就沒有結果 因為想太複雜了 但這個是你值得 看完之後我會這樣想 是值得思考 是有趣的 我不是說要挑戰她這個時空背論 我是覺得有趣的 為什麼女主角正常來說是沒有發生過交換身體 是因為女主角給了一條帶才讓她們有聯繫 但是一開始的聯繫在哪裡呢 我就會這樣想 最後男主角就上了女主角身 最後一次交換了 這個是這個 那個時候已經是衛星掉落那天 這個衛星就晚上掉落 那麼男主角就揭盡所能 不停地勸說 喂 這裡就是要掉下來 那個星快走 就是想疏散居民 但是當然沒有人會理她 就是你這樣沒有證 這些沒有證沒有證 完全是沒有可信性的 對不對 一個正常人來說是不會相信你 那麼 女主角就找她的爸爸說 但是爸爸也不相信她 不是 當時是男主角 對不起 男主角就找她的爸爸說 但是爸爸也不相信她 但是她也看得出這個 這個女主角是不是 不是女主角 不是三葉本人 可能因為她老婆 她老婆是女主角的媽媽 那她老婆也是交換身體 但是我相信這個 鎮長也是知道這件事 到底這個鎮長 就是這個女主角的爸爸 和這個女主角的媽媽 是不是都是交換身體才結婚呢 就是雙式結婚 那我就不知道 這個動畫就沒有說 最後都沒有理 結果女主角就和男主角 那時候很複雜 上了女主角身的男主角 就找女主角的男同學 同女同學 就一起計劃 然後就炸了這個變電斬 就是這個電... 那些叫變電斬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那其實... 為什麼這個... 這個是第二個 覺得有可能不合理的地方 那... 女主角的男同學 本身家是開工廠的 就是那些工業 所以她有炸彈 這件事是合理的 是正常的 那男同學就在家裡偷了炸彈回來 但是大家想到 為什麼男同學 就憑這個女主角的片面支持 就去炸了變電斬 雖然知道這件事很大罪 就是... 用炸彈已經大罪 就要炸了變電斬 那... 可能會有些人奇怪 喂... 為什麼那個男同學 會因為女主角 這些... 神神化化 就是沒有任何證據的東西 就炸下去呢? 根據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 在這個電影裡面 我覺得這個男同學 看著這個女主角的時候 她的眼神不多不少都有點在意 是有點害羞的 雖然一開始 男同學跟女同學... 就是女同學坐著男同學單車 那一幕 就會令人覺得這兩個是一對組合 但是實際上 我覺得這個男同學 其實應該對三葉是有一點點... 或者一點點的多多的愛慕之心 就是不多不少 我覺得是有的 對啦 有這個感覺 所以... 為什麼她的男同學 就是因為女主角說幾句 就肯炸了變電斬 我相信不多不少 因為她真的有一點點喜歡這個女主角 還有大家的信任 這個信賴之情 最後決定就炸了變電斬 炸了一個站之後 女主角就叫那個女同學去廣播 說疏散去這個學校操場 就是避難 其實這就是我覺得這段影片最不合理的一個地方 就是... 女主角去到怎樣說服 後來有一個鏡頭女主角去到這個爸爸的辦公室 到底是怎樣說服到這個爸爸呢? 而當時這個... 居民根本... 由這個動畫裡面那個鏡頭的那顆碎星 是非常之近的 就是你已經感覺到她好像下一秒就會爆 就是會掉下來 我完全是令人覺得... 就是當時那些人群還在那個廟會 都還沒開始疏散 就是會令你覺得... 喂...根本都抓不及的 根本你就是爆炸了 對不對? 那些人根本是抓不及的 對... 加上... 到底女主角為什麼在最後關頭又可以說服到她爸爸呢? 可能你都會說... 因為女主角的熱誠終於打動到她爸爸了 那這些是... 很不合理的 你敢說得 對... 一部動畫不應該想太多 但是... 我當時覺得... 喂... 他爸爸都覺得這個女是瘋瘋的 對... 都不相信她 為什麼突然間又肯相信她 然後用她增長的權力去疏散... 即是去疏散人群 可能最後... 對... 但我覺得... 這部動畫的鋪排就不太好 在結尾部分 還有... 我最緊要想說一點就是... 這部動畫作為一個愛情動畫呢... 我覺得... 她對男女主角的愛情的產生呢... 我覺得描寫得不太足夠 對... 是突然間的 你發覺... 即是... 你自己看電影 你看過就明白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 前半段她很快地帶過 即是男女主角交換身體... 配合那個... 音樂啦... 即是那個... 唱歌主題曲 你就覺得... 很順... 看上去就很順... 即是男女主角的生活交替... 這樣... 但... 太快了... 你明白... 太快了... 前一秒還說女主角幫男主角約過師姐 是... 很正常... 很自然... 即是... 你都是感覺不到他們兩個有什麼感情 那... 突然間去到男主角跟師姐約會的時候 女主角就流眼淚 覺得... 原來我愛上了男主角了 那... 這個POPER我覺得就... 你可以說OK 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就... 不夠... 這個... 即是... 這方面弱了一點 正... 因為這件事的感覺呢 我覺得... 男女主角的感情線POPER得不好呢 就... 令到打後兩個的感情就... 我就不是太感動的 其實說真的 即是... utterly...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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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大家男主角喜歡... 女主角而... 喜歡... 那... 好似少了那樣... 過程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 正是有點失色的 現在一套愛情... 愛情動畫做主角的東西 regarding... 愛情的人選擇 竟然是... Assim擾青了 這個東西是直接影響到我... 最後就沒什麼 由於男主角就在神山給女主角 這件事就直接令男女主角的連繫斷了 因為我覺得他們根本是靠這條頭帶做一個靈魂交換的連繫 結果大家都沒有這件事的記憶 因為這套電影從頭到尾都在說交換身體 只不過是一個夢 是一個夢的形式 所以大家知道夢是很快不記得的 當你突然間睡醒的時候 你是很記得夢的 但就算你想很努力地記也好 過了一段時間你完全不記得夢是什麼 相信大家有發夢也有這個經驗 除非是很深刻的夢 正常都是很容易不記得的 這個電影就是徹合主題 所以男女主角就不記得對方 他想想起對方的名字 於是就會徹合主題 你的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最後說到五年後 這個睡醒聚落就只有五年後 男主角就畢業去見宮 然後就在電車裡見到 女主角都應該是去了東京生活的 然後就在電車裡大家刷過 兩輛不同的電車刷過 大家雖然都不知道大家是誰 但他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在尋覓的 但又不知道自己在尋覓的 但又不知道自己在尋覓的 對 一看到對方就覺得好像他 是我要找的東西 最後兩個跑啊跑 日期一定要跑啊跑 在一個樓梯那裡相遇 最初大家都 因為是陌生人 所以大家刷肩而過 然後就大家另一面說 我們是不是見過啊小姐 你的名字是 兩個流眼淚 好像我們大家應該都見過 完了這套電影 這套電影也算是好結尾 我覺得 沒有人先死 男女主角理論上都在一起 也算是好結尾 不錯的 我剛剛有些事想說 你會看到一個鏡頭 四葉妹妹變高中生 在看著窗口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這音樂項是比較大的感觸 因為我一直都喜歡妹妹 看到四葉妹妹這樣長大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開心 這個妹妹我蠻喜歡的 她的氣氛也蠻重 因為她負責叫醒她姐 她的氣氛也蠻重 總結來說 正如我剛剛所說 不多不少是有點瑕疵 有少少問題 最大問題是 男女主角的愛情線 弱了少少 這個是 要扣分的 要扣分的 那一下就會令你感動 但太快了 太快了 那個過程 那個時間太快 令你未來一切有感動 她就飛去另一個劇情 就是女主角上山 和男主角在黃昏之時相遇 那我就 男女主角在不同的時間點 即是在神山相遇 其實我不太感動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那一幕 是不是很感動 但我就不太感動 因為她們甚至抱也不抱 試愛也不試一下 愛也不試一下 愛也不不愛 很害羞 即是點到即止 即是大家 她們兩個已經沒有時間 你到尾 我心裡就抱一下 抱一下 什麼都沒有 這兩個人在玩奧嬌 我撐你肯定 因為我是很不滿 然後 就 拿一支 水不捨 因為她們黃昏過去 終於斷了 兩個見不到大家 那就該死了 好心你時間不多 趕快說我愛你 抱一下也好 你不要疼你 抱一下也好 即是 完全是 她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是重頭戲 男女主角從黃昏之時 從見到面那個位 明明應該是重頭戲 但她就沒有把握到這個位 什麼愛情感動 我自己覺得 非常可惜 所以這套電影 你說下次是有的 下次是有的 但是 綜合回全套片來說 我覺得 節奏明快 節奏明快 劇情上 都還可以 因為你知道 一玩這些時空的東西 一定會有很多不適 她都算 處理得好 即是 最少 令你在看過程 你不會發覺到 即是她的節奏快 有輕鬆 有這個 小小的感動 我覺得 有愛情 你可以說 這套電影 即是 男生看都不會覺得悶 男生看都不會覺得悶 男生看都會有劇情 可以看 女生看我就不知道會怎樣 因為我不是女生 所以我個人是會覺得 推介給大家看 即是 看完都不會覺得後悔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些 通常這些戲 有些戲我很怕看第二次 因為為什麼 有些很傷心的東西 我不想看 我太傷心了 即是 看完會不開心 我就不太想看第二次 這套東西都沒有 這套東西都 挺輕鬆愉快 所以 看完之後 心情都不會太差 所以 都 適合男女朋友去看都OK 可能你想追求女生 可以約她看這套 她都明白 她約也是看這套 如果她願意看的話 那你都OK 希望 大家都 嘩30分鐘 神經病 你知不知道 原本就想說了10分鐘 怎知說了30分鐘 那就算了 那 如果 你聽到這個地步的觀眾 辛苦了 聽了30分鐘 我就說了30分鐘 那 都是那句 8.5分 不能再高了 但是 希望 我也希望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這類 校園的輕小說的類型 因為我自己的 中學生涯 就不是太多姿多彩 所以比較沉悶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響望這類 讀書生涯的作動畫 日劇 我自己比較喜歡看 所以 不多不少 我個人的情感上 都是比較喜歡這類的 輕小說的 所以這套東西 大家看 應該都不會後悔 這次的影片 就在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